鴨子的露汁會比較細嫩 第一步先喝五香粉 在鴨子的表面淋一些料酒 擦上椒鹽粉 塗好以後 這個鴨子要醃製半個小時左右 讓它充分的入 如果有荷葉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放一片荷葉 可以起到防沾 然後放一塊蒸蒙布也是可以的 保持火力大概大火蒸15分鐘就可以了 在取鴨子的時候 我建議用兩雙筷子 把一雙筷子插入鴨子的頭頂部分 固定一下 另一部分插在這一邊 腹部下方 鴨子真的時間夠了 涼透以後給鴨子上色 我們用到了料酒 先均勻地抹在鴨身上 再加入老抽 老抽的上色還是比較容易上色的 炸出來的話 鴨子的顏色會比較好看 我們塗抹上色以後 需要晾乾一下 等油溫燒到七八成熱 把鴨子放進去 為了讓鴨子上色比較均勻 我們炸的過程中 可以不斷地往鴨子身上淋油 炸這種金黃色氣 試試就可以抓 切鴨子 把鴨屁股 切下來 剖一下 沿著這種腿的 就是紋路的方向 切件 接下來把鴨子抹進盤裏面 建議大家用一點深一點口徑的盤子 這樣子的話 鴨子放在裏面 蒸的時候有湯水也不會溢出來 鴨子蒸好要倒口過來的話 形狀也比較好看 均勻地撒上 之前泡發好的沐魚乾是為了提鮮的作用 還會放一些筍 香菇乾 最後呢我們加些薑絲就好了 加一些老抽 加適量的鹽 弄好以後呢均勻地撬一些 在這個鴨子上 兩個小時就可以了 鴨湯呢先沥出來 鴨在鴨肉上 翻過來的過程 加點胡椒粉 加點水澱粉 割個薄薄的芡就好了 燒開以後就可以關火了 我們均勻地淋在鴨子上 再加些紅油 之後我們撒些蔥花就好了 這才完成啦